古天月歌彩节恋情曝光 两人真的在一起了吗 近日有爆料称古天月和歌彩节 已经是男友朋友关系 两人曾经合作过电影《巴黎假期》 古典的杨国和现代的故隶相恋了 《巴黎假期》开设于2014年10月8日 至11月21日 距今正好三年 当时剧组为《顾天乐》提前庆生 郭彩节和剧组成员 不仅贴心准备生日蛋糕 更是全体在巴黎街头 维他高声唱起生日祝福歌 而首次在巴黎当地庆祝生日的 古天月因这样高调的举动 显得腼腆不已 竟然当场脸红躲在凳子后面 您认为他们两个人大吗 分享 在相关阅读 费雨清报受身影曝光 任父丧悲痛照常录影张飞 费雨清父亲张武希上月21日相逝 想其瘦96岁 虚岁97岁 费雨清因在中国大陆工作 吴远见爸爸最后一面 是亲自笑得他悲痛至极 录制东方美视天籁之战 尽照曝光 双颊消瘦 下巴线条也较以往明显 不过他仍强大精神在舞台表演 敬业精神让人佩服 费雨清父亲事事当天 他在浙江录制中秋晚会节目 之后在声明表示身为艺人 没有在人前悲伤的权利 之后还48小时 没合影赶至灵堂 体力快透支 打了两袋点滴 又飞回中国大陆工作 连张飞不舍弟弟憔悴哀伤 他明显销售许多 我看他这个样子真的很难过 但他信守一人承诺的方法 只得兄长接近记恨六年 抗癌名导轰张柏芝 毁掉港星敬业精神 香港导演陈勋奇成功抗癌 但刚监制 导演和编剧的芯片《美丽战役》 昨十一日 在江苏开镜 陈勋奇表明自己不迷信大咖 回想六年前指导阳门女将 指令行禁止中张柏芝 他炮工 香港艺人的敬业精神被张柏芝 彻底损坏掉了 陈勋奇去年发现罹患高度恶性 甲壮献未分化癌 凭其从小习武的业力积极一致 奇迹似的熬过病痛 昨现 深室自嘲 现在讲话向曾志伟 我的生态是被癌细胞损坏掉的 抗癌恢复的他 即芯片《美丽战役》传递着能量 剧情描绘模特事故失掉左腿 装一只虫粉身展台 据新浪文娱 谈到芯片除了梦广美 谈耀文 马国明之外 很多重用心人 陈勋奇说 我历来都不喜爱用大牌人 曾经我拍的电影里边 只用过两次大牌人 第一次用的是中楚红成功了 电影卖到了欧洲 第两次用大牌 就失利 就是阳门女将 有很多人不喜爱 提自己失利的工作 可是失利能够经历我们 或许能够把失利经历给同行做脚踩 别迷信大咖 陈勋奇泄露 阳门女将评估欠安是因为最初她没有坚持自己的主意 投资人说让我用张柏芝 可是那部戏真的 香港艺人的敬业精神被张柏芝 彻底损坏掉了 拍照的时分 阳门女将有多少女将 尤其是刘晓庆也是老一辈 我凭什么等你张柏芝 美 一个镜头都要等你 一个有品德的艺人会永恒的 到今日我都十分敬仰郑佩佩 十分敬服刘晓庆 郑佩佩三年前上说话节目 也曾批判张柏芝 工作态度很倩好 其实她戏演得很不错 但在那个戏里给我们香港艺人丢人 可能那时她有一点家庭问题吧 但也不能把家庭带到工作中 鬼奶奶带孙子搭便车 女星吓到直奔回台北演员李爱奇 日前在八大同学 搞什么鬼节目中聊到 有此开车回车路上 竟意外碰上鬼搭便车 她记住那时照着导航开 却碰到绝路 没想到经见了一位老奶奶 带着小孙子的灵魂沿路 搭便车 让她顺畅抵达目的地后 灵体还不断地向她挥手一示感谢 但这进程早把李爱奇 吓得无法装住开车 沿路直奔回台北 她回想其实和朋友去参与婚礼 后来朋友喝醉 她开车送朋友回家 其实朋友坐在后座 她开到航响上高速公路 没想到却开进一条绝路 她停车后下车观察 却听到碰的一声 回到车上赫然发现 朋友身边多了一脑一手 身体仍是通明的 看起来像是老奶奶带着孙子 吓得她一路狂奔回台北 另一宾客郑凯称 则在节目中 聊到自己从前因借助 婊子家被婊子不幸流产 未出生的英灵压床 还能够清晰地看到两个英灵长相 急忙问询婊子富才 发现家里长时间 由于这两个英灵作怪 使得婊子难以怀孕 以有请道事处理 却不巧被郑凯称遇上 在整件事情满意之后 婊子才顺畅产下三个孩子 李爱琪